那么今天试吃的是Wallworth的这个芝士和培根的这个面包 这东西应该是没吃过的 特价一菜五原价三个品 它是有四个的 但是被我吃掉了一个 然后就我数学 我就有这个人有四个毛病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记性不太好 第二件事呢就是不太实术 第四件事呢就是记性不太好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培根知识啊 感觉它知识应该就是放在上面烤的起酥了 然后培根的量啊 其实还给的挺大的 这个前世啊 这个培根的量啊 给的还是挺大的 上面有还有蛮多培根的 那么试一下这个味道 看它咸不咸 首先它培根切得非常厚啊 就不是那种薄片的 它一个就是低人状的培根 粒很大 它吃起来还很有咬劲呢 但是啊 无法避免的它这个培根依然是挺咸的 这个培根依然挺咸的 不过整体来看啊 这个面包还是不错的 毕竟一块股有四个 而且不能说什么 因为在那个小镇上的话 就打工的那个小镇的话 这四个面包至少都要五块钱 好像 那么 还不错的面包啊 欢迎关注 微博搜索 位置小白 有互动 拜拜 拜拜